纳英在看到470万条恶评讨伐后 他当众被气到狠狠多脚 因为这都是他13年前做的孽 本以为当年能仗着高人气 带头排挤刀狼将他踩在脚下 同时登上中国好声音评位席 指高气昂道挥手指点小学员 背后却活泼害了多个实力学员的大好前程 而就在刀狼凭借一种罗刹海事 杀回华语乐坛时 想不到守卫受到报应伤害的人正是纳英 毕竟当年属他蹦大的欢 活生生断送了刀狼13年的音乐前程 即便纳英一伙人迟迟不敢露面回应 但纳英与粉丝们之间的起序交谈 早就曝光了他的心虚和慌张 毕竟在他驰骋二十多年的音乐圈子里 纳英的口碑并不拿得出手 有唱歌的好嗓子却长了狗脑子 多年来因为嘴绑不住门 背后招惹了不少资本 对他的骂声始终都源源不断